是不是傲課想收集好不好 現在油價回落了 有沒有收集883或者857呢 我覺得可以先等一下 因為油價剛才都說暫時比較反覆 而且始終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很想通暢落 都可能想出掌一些辦法 令到油價是下一點的 所以暫時油價要維持過去的強硬格局 我覺得就可能未必太易住 而二來也要看經濟的前景 如果真的在說衰退 昨晚英國已經說了年尾開始 五季都會衰退 美國很大機會下年也會衰退 甚至技術上說也衰退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因素 都會影響著油的需求 如果當油價是會回落一點的 不要說是否大塌了 但是會回落一點的話 我覺得對於油股也會有些負面拖累 還有幾隻油股 大家過去都覺得額色很好 特別是海有也是 但是對上這段場程過大了 要等下一段也還有些時間 我想也不需要太急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想中場 收集我覺得可以 但是不需要特別急 或者不一定要這些位置 可以等低多一些 譬如你海有為例的 之前剛才提到 可能9.2、9.3是這一段短期支持位置 如果落到這位置是站得住的 你便才考慮入第一下 但是如果之後是再回心一點 那才會再8.5公里在樓下 再慢慢加 我想這樣會好一點 但是真的盡量將自己的住物 可以斬到幾柱 就先斬開它 我想分開來入會比較合適 你好